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瞧瞧 没有 这些都是可以开放的 所有人都可以去参观的 这是哪儿啊 这是他的那个联大会议厅啊 就是所有的那些领导人上去发言的 就在后边那个台子上 对 你看 一文心辩论的时候 你瞧瞧这身材多劝联合国 是吧 哎呀 你瞧 潘基文也有点坐不住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在他的办公室 你们俩 你们俩这是谈到哪一刻 突然好像迸发出这个 喜出望外的这种神情 那我不记得了 反正跟他的采访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办公室外面的那个会议厅 那就是坐着 就开始讲联合国近几年的发展 讲中国的大国外交 讲中国为这个世界和平 这我不管 你对于潘基文这个人 近身接触之后 请你用一句话说明 你对他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很细腻 而且很周全 而且非常懂得 怎么去平衡这种局面 我觉得真的 真的不愧是联合国秘书长 这就是我 他够清和吗 因为我看过好几任的秘书长 我觉得他清和力最好 对对对 各方面的势力 而且他个子很高 你知道吗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可能和 涛哥的体型差不多 谢谢你 谢谢你 一直帮我 但是真的就是那种 韩国的那种 有点明星范儿的那种 是个高个子 高个子 对对对 他在讲到这个一个 他致力于的一个很大的事业 就是两性平等问题的时候 我就问他了 我说说到两性平等 这个我说你看 你的太太 其实是一位很优秀的女性 以前在学校里边都是尖子生 可是为什么结婚以后 他还是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呢 后来几十年都是一个家庭女性 倒是一直拖着你 一路平步青云 成了联合国会所长 就是给潘金文温柔一刀 潘金文怎么说 而且这个问题 其实对他来讲是很敏感的 因为在联合国那种环境 尤其他又是一个韩国人 对男女平权 没错 那他怎么说 他就开始讲 他就是很温柔的来回答 他说我的太太很不容易 我有三个小孩 他抚养他们都是很辛苦的 然后后来话锋一转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 他们都在工作 都是很努力的 在工作的妻子 在孩子身上找平衡 第二代会比较好 没有你刚说 我想起以前有一个女主播 去香港电台的女主播告诉我 她说嘉惠 我们女性跟男性一样 出去跑新闻当主播 公平 可是我们会有一点的优势 她说有三部曲 访问名人特别男人 第一部曲 先要挑逗她一下 小小的挑逗 第二部分挑衅她一下 就突然把她觉得很温柔 然后挑衅 问她一些很直接的问题 她也不好意思发火了 因为你前面有了挑逗 那个部分打底 可是到最后 要回到挑逗 不然的话场面不好看 没错 这个小动物 我觉得这个词 有点意思 就人 你承不承认 她不管这个精神境界上到多高 她这个动物的底子 也是改不了的 这个我多年新闻采访 为什么好记者 就是好找很多漂亮的 这个女记者 这个真的是 我跟你说 我亲眼见过一个很 怎么就不说了 很高的一个领导 你亲眼见到两场采访 开头是个男的主持人 男的记者 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后来去了一个美女记者 我还等着呢 对吧 她记得两个小时才出来 不是 我觉得涛哥 明显说的就长 还太简单化了 我可以分享一个 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博敖采访 非常年轻的俄罗斯的副总理 40出头 当副总理 已经当了好多年了 我看到了 挺帅的 挺帅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去做那个采访 当然是真的是因为 不可抗的 和不可控的因素 我迟到了 她等了我半个小时 坐在那等 这当然是很失礼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当然我有很天大的理由 但是在她面前 我就是迟到了嘛 那我去的时候 其实气氛蛮尴尬的 然后呢 她之后的时间也很赶了 就我们的这个采访 还只能是缩短 然后我去了之后 就她 尤其是她身边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感觉到 就是气氛挺凌重的 然后呢 我就跟她打招呼 我就说你好 然后马上我们就去到 那个采访的这个机位面前 只有在路上 这么可能 十秒钟的时间 可以暖个场 我当时就问她 我就说 我说 我看到你呢 是给普京和美德维杰夫 都在他们那工作过的 好了不起啊 我当然说的 还是会比较有亲和力的 这种 顿时我就感觉到 那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 我不会把这个归因于 我当时可能对她笑得比较甜啊 或者是在 有在拍她的马屁啊 什么的 不是 我认为是什么 是她一下子感觉到 这个迟到的记者 是做了功课的 而且做足了的 就是说你入了她的心 但是她真的 她是可能是 他们的那个圈子里边 唯一一个 在两个人的手下都做过的 做过他们的这种贴身顾问 最近争取 争取看能不能磕到这个普京 那我们笑 那个动人的确 我也可以帮你联系 小天你也不要光是这么高大上 对吧 也要这个接接地气 对吧 很多时候地气呢 就是乌烟胀气 恰恰巧呢 跟这个两性关系也有关 大家呢 如此这个期待 我们要谈 谈谁呢 就是这个婚礼 就是这个 为什么我说乌烟胀气啊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 从刚看到的时候开始啊 你知道我就觉得啊 哎呦 我们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 还要这样继续乌烟胀气下去吗 就是 但是我接下来 我发现哪其中大有玄机 你知道吗 你就等于目睹了一个 一个小破事 是如何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这些营销号啊 公众号啊 还有网友啊 种种势力 种种顾虑 种种团队 哎呀 在背后的这个推波株拦 我觉得太值得聊了 这不八卦 这就是中国社会目前的这种 这种浮光掠影的这种浮华众生像 哎 先咱们请港人发表一下意见 港人最近比较厉害 不是 就是港人看到了那个柳妍的这个 被那个伴郎们差点弄水里 这咱就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你的看法是什么 港人真的要表达看法 港人能讲话吗 给你们港人一个说话的机会 没有其实你刚那个简单的15秒啊 基本上总括了几件事嘛 我们看这个 我光是看那视频啊 还有那个事情本身啊 你说丢尽水里啊 柳妍的事件啊 我们觉得哎 这是闹婚礼啊 甚至别说在内地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内地闹洞房的婚礼啊 我们觉得有点过了 太过分 就算在香港的话 这是最低消费吧 一群人 然后把那个伴娘 然后起哄丢 丢进水 或者说拉拉扯扯 当然你说拉掉衣服 有时候我们感觉是意外啊 不是故意 假如故意当然非常不好啊 那我们是觉得最低消费了 那闹新房 就是是对柳妍的最低消费 对那个整个婚礼上面 就说这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香港人也这么闹 我亲眼看过好几次 假如在酒店的游泳池 几乎没有不丢进水的 真的吗 没有不丢进水 对啊 有时候我们说丢姐妹也有 伴娘也有 丢兄弟也有 因为那个在 不然你找个六星级的酒店 那么好的游泳池 就是要来这样玩的 那问题是说后面那部分 你说各种的推波助难 还有有时候啊 评论的特别 特别是负面的评论的网民啊 可能其实平常我们看到一些 内地的闹动房的新闻觉得太过分了 种种的不满 种种的怒气压在心里 然后你是公众人物嘛 然后就在那边起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情况 好现在请联合国代表 哪有哪有 不是我比较奇怪 我比较吃惊 就是觉得这是最低消费 其实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参加的婚礼不多啊 我可能目睹的这种事件案例不够多 但是我会觉得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 应该是你情我愿吧 就是要有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一种默契 比如说这个伴娘 她知道她会被扔 那OK的 那我可以叫 我可以 那我可以这种 可以再play啊 把这个气氛造起来 那是OK的 但是如果是她自己不愿意 然后被强迫的 去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置身于一种什么情境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从女性的角度 我觉得这真的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 哦 你看你符合很多网友的这个大声几呼 但是这帮伴郎团的得刺死你 就是不是 我跟你讲小天 你看咱们是做新闻的 为什么说有图有真相 我现在发现有图能有什么真相 比如说你看见我跟小天 如果手拉手在海边走 那你认为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们俩什么关系 都有可能手拉手在海边走 那你这话最后point是什么呢 你俩说 就我跟鲁鱼哥会经常手拉手在海边走 我的意思 如果你拍到这么一张照片 不是有图有真相 同样连事实也不是有事实就有真解 所以为什么你看什么事都在讲 这事解释权在谁手里 在全国人大还是在最高法院 我现在发现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 解释变得非常重要了 就跟这个事啊 能讲出不同的故事来 我就是琢磨着 我觉得就说一件小破事 是怎么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 这个鲁迅经常说 他不但以最大的恶意来这个估计中国人 我呢也有时候说 你也可以以最大的善意来解释一个事 我的解释也不一定是对的啊 我就理解呢 他们在这个是巴厘岛吧 这么这么这么闹 本来说是这个玩游戏 哎中国人玩游戏 有的时候是玩到女孩惊声尖叫 也就当时大家一个乐就完了 但是谁想到呢 有人把他拍出去了 拍出去这个时候 柳岩已经上了飞机了 那么你知道我讲这个事情 是背后有背景的 比如说有人就会骂这个柳岩 说哎这女的拿这当成炒作了吧 对吧就数他会会会炒作 老是整天露这个胸 这个时候你看 一开始到香港机场一下飞机 人家也对对记者说暂不回应 暂不回应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把你兄弟姐妹全卖了吗 这不是更闹起更大的疑云吗 我是因着这个背景 我说呀 还可以有另一个解释 就是说他完全不知道 其实你想去参加朋友婚礼的人 我觉得大家心理上都是锦上添花的 谁都不愿意搅了这个局 谁都想就是就是 就是皆大欢喜嘛 但是他一在香港一落飞机 他光机觉得这个事好像被传出来了 于是也许他从最大的谨慎出发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先商量一下 就怎么样能够最大程度不让这个婚礼啊受伤害 也许出于这个考虑 他就说哎 我是暂不回应 包括他的经纪员也说 哎 他是受了点惊吓 但是大家还是都没什么啊 但是呢 他就又上了飞机 到了北京下了飞机了 这下这事啊 可能就觉得臭了接了 光机 而且这些男的呢 为什么也都没有出来道歉呢 因为就是只是当时以往人 你想都是明星啊 或者都是有有有点名气的 通一下出这个事 你知道他他不知道该怎么是好 现在的人们就是较劲 大家都是看戏的 说为什么让一个柳妍被扔进水里的 先出来道歉 这些男的为什么不先出来道歉 我跟你说很多时候人们碰见一个事啊 他不知道是什么反应才好 有的时候他在看 好 结果这个柳妍呢 他一下有了一种负罪感 你没办法就说 哎呀 这个事情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把他的婚礼弄成这个样子了 哎 于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这个社会众生下 应该是分两个部分来看 这个整个故事有两集 一个是最后柳妍 包括伴郎团 包括新郎新娘 他们的这个应对方式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认为 但是呢 之所以有很多网友 他们有比较强烈的反应 是让他们反应的事件 本身更多的 那就是在这个婚礼上 这个闹婚礼的这种习俗 到底这样做妥不妥 是不是有呈现足够的尊重 当然这就是两边都有 都有思考 那么我觉得 这两边的思考都给足了 实际上的话呢 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有 坏事变好事 我觉得就让大家有多一个机会 去反省嘛 对不对 这是一种社会的机械反省 见过秘书长的人就是不一样 能够把很多坏事给说成好事 咱们先去一趟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因为刚刚提到足够的尊重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讲 就有什么事 我们吃个饭 也有足够的尊重 这个尊重 那到底什么叫足够 什么叫尊重 那像婚礼这种闹婚礼 特别年轻人 特别在那么浪漫的地方 所以我说最低消费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平常大家碰到晚 把那女的拔光 都丢进水里 不是 像那种情况 不仅在中国 我们在美国晚到很疯了 我在美国七年读书 那些研究生 谁结婚 晚到比这个 这疯很多了 当然不至于说什么非礼 这种拔光衣服 那营件很多的 那可是重点 我那个年代没有手机 涛哥刚说拍了 你要放出去 任何事情 我们把门关起来 朋友们再玩 是一回事 一放成那个公共的材料 被看 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陈冠希最明白了 对吧 我还是觉得 马老师的这个观点 然后我会回应的 那就是真的是叫你请我愿 那这样又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咱们也说过几次的 就是阿桑奇那个事情 那两个女的告他 为什么告他 其实一开始都是同意的 要跟他上床 对不对 两个女的 其中一个是说 我同意跟你上床 但是没有同意 在可以不采用 这个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跟你有任何的活动 那么你这样子做了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那么我告你 那他就被控啊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同意跟你上床 那是睡觉前的事情 你醒了之后 我在睡觉 你要干什么 那我还是告你 小婷 中间还是有一个部分说 什么事情 我们在谈什么事情 才是你情我愿呢 像晚什么丢进水里那种 很难说事前 我告诉你 等一下会丢你进水 你愿意吗 没有的 这样就不好玩 所以这个尺寸要自己拿捏 等于是说 我不会告诉你 等一下小天 我会为你吃东西 先谈好 一切气氛都不好玩 而且重点是说 一个私人的东西 暴露在公共领域 是 这个事啊 是一个很敏感的 一个一个 也不叫很敏感 很灰色的一个地带 对 就是比如说啊 就是我原来讲过 我说我们广东电台 有一个男播音员 晚上想吓唬一下 报夜班的那个女播音员 他就吓唬嘛 然后呢 他躲在那个楼道后的 女播音员 播完新闻了 嘎嘎嘎走在 一个人走在楼道里 他突然跑了 啊一下 结果没想到 这个女的啊 受到的惊吓之大呀 长嚎啊 啊 五分钟不带停 最后把这男的 吓得掉头就跑 你比如像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女的告你 那你就构成骚扰 真的 他要没决不告你呢 那么他就是玩笑 所以你知道 人际之间呢 有很多这种 说不清的东西 你比如说 至少你从人家柳妍的 最后的 或者是各方面的表态看 我觉得呢 当时他是 至少是 不会不愿意配合的 但是呢 也真没有真的扔到这个池子里 不是说什么假铃一坐坐 一屁股坐的 这些不管 问题是 就是说 有意思的是 为什么要传出去 你记得这次几次 汪小飞跟大S 上次这个婚礼啊 包括这个什么 鲍贝尔的这个 这个婚礼啊 我闹不清楚的就是 有些名人 他办婚礼 就是为了要秀 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的话 我觉得好像可以做到保密 别人你在异国他乡 这个承办婚庆的这个公司 那就这样了 所有的好朋友 你们请你们理解 参加咱们这party之前 把手机全扔一桶里去 对吧 不拍 然后 会场里所有拍照 我们都有专门的人 最后把照片分发给大家 然后咱们尽情的玩 这为什么不能做好保密工作 为什么到这一个就这样流出去呢 可以这样做 别人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有时候跟一些 比方说社会上的名人 聚会吃饭 不管是十个人 其实人越小越不必说了 都是熟朋友 只要超过了熏来人 通常的主人也会这样提醒 不用没收手机了 他会提醒了 今天大家都是朋友啊 所以那个不要楼出去 大家有信任 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刚才小田说的一点 我觉得这些挺对的 就是说啊 都是借题发挥 所谓的这种语言暴力啊 或者网友的种种啊 你知道吧 都是因为想起了自己遇到的讨厌 就都是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 我每看到婚礼 闹出点这个事情来 你看 那人家那个事情是个个案 自有人家的这个因果情节啊 但是你看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很厌恶这个婚姻 对吧 现在变得就能够包容一些 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事 现在喜欢上婚姻了 希望多结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他是应该怎么准确的讲什么 做呢 都有他好的一方面和坏的一方面 这就是个自担因果 这个这个愿赌服输的事情 但是呢 我能 我的讨厌仍然存在 我开始讨厌婚礼 所以你看 每当这个婚礼闹出什么事情来 我这个心里啊 就正假的诅咒这个婚礼 我这帮中国式的这种 这种结婚啊 甚至外国式的结婚 我也讨厌 你看 我把这个事情集中到了另一个方面 那么同样 很多人看到 听到柳妍的尖叫啊 很多女生 他是想起了 他平常在婚礼上 见到的这种被玩弄 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反应很强烈的人 是男生啊 就是男女都有吧 至少都有 就是想起了 其实是想起了 人们对闹婚 这个闹得不合不合适的 那种种那个凹招回忆 你不然你可以看看咱们相关的一些图片啊 哎 你看这是传出来的这个图啊 你看画出圈来是这个 谁柳妍啊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这是柳妍这个道歉 小女孩都哽咽 你说这也叫招谁惹谁了 再看下边 然后你看这是谁啊 这是李安拍的一个电影 讲中国式的这种婚礼 闹婚礼 就敷衍了事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干嘛 你看记得这个老电影吗 李安 玩这个新郎新娘 你再看下边 所以我说很多人看这个事 是想起了咱们自己婚礼的回忆 你看 让新娘新娘又啃一个东西啊 这就是中国式的 哎 这是中国搞的 然后你看这个电影对白 这是我们的国粹啊 必须在海外发扬啊 然后下边 老外看着有意思 就说 这种诚挚的友谊 难道你不感动吗 然后你看 都是以哥们一起友谊的名义 老外奇怪了 说我以为中国人都是柔顺沉默和数学很好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你注意吗 这是李安 这是真的啊 这不是电影里的 这是平常网上 闹婚礼 闹到这种 有闹的新娘自杀的 有闹的新娘自杀的啊 这我知道在就是有一些文化里面啊 或者是这种区域性的文化里面 他这种羞辱是一种文化的表象 这种这种心理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甚至有的时候 我觉得在一种最常见的社交场合 比如说这种敬酒 对不对 有的时候这种自残试的 自己给自己灌酒 去表达对对方的这种尊重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 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理解 因为里面你可以说羞辱 有人说是那个勇气勇敢 就要挑战 婚姻要多大的勇气啊 才能垮过那门槛 是勇敢啊 那平常喝酒也是 就比拼嘛 比拼勇敢了 所以里面特别有 你说他婚礼上 这么闹新郎新娘 让他们尴尬 让他们脱个裤子什么 你说这个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什么心理 我觉得那句话说的挺好的 就是性压抑 你觉得是性压抑吗 压抑每一个应该是这样说了 每一个社会这种狂欢啊 这种叫狂欢节 狂欢的活动里面 总有这种性的压抑吗 或者说挑去挑衅那个禁忌 你有什么禁忌啊 我们去挑衅你 对 门大一点 对 可是总有一个尺寸嘛 现在重点在说 不仅在闹婚礼嘛 我们看到好多其他的地方 比方说随便讲 你总记得我的诗号嘛 看大婆打小三 对 那其他社会美国经常也有人拍啊 可是没有夸张到这个地步啊 我是报仇 我去拍什么 甚至也放上去 没有夸张到那种打死 好像要把你打死 甚至看到 种放火 消死 那个所谓的小三等等 那尺寸在哪里呢 是不是平常假如 你说压抑 我个人觉得不仅是性压抑了 每个人心中那种愤怒的 不晓得对什么的愤怒 压抑啊 现在这个释放一下广告的压抑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有一个啊 老戏谷 有一天跟我聊天 就说到最近这几年这个这些小明星 也是大明星 年轻的明星 婚礼啊 大槽大扮 弄得广为人知啊 这个老戏谷 他讲的意见呢 那我作为主持人来说 也只能认为是一种偏见 但是值得讨论 他就说啊 他现在这些个年轻偶像们呢 搞这个婚礼搞成这个样 他说都是因为他们不读书 因为他这个讲法很有意思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读书少 他不 他们这些年轻人不读书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 没有敬畏之心 就是真拿自个婚礼 你以为你是谁啊 然后就弄得这样 这样 当然我就说 对这个老戏谷说 我是今天的社会 真叫患了人间啊 有很多评价标准 对吧 对啊 因为不一定是你要是谁才能这样玩嘛 是不是说是不是只有什么大高官 大有钱人才能这样玩呢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 读书当然非常重要啊 重点是说那这个media 那媒体的意识啊 你说想明星大明星都好啊 对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我觉得讲到这种 就是所谓的仪式啊 不管是婚礼也好 包括是生日 甚至现在的一些葬礼什么的 我都觉得他这个仪式 他的这个意义所在 是让所有的人在一起 精气神的一种团聚 一种结合 然后呢 最终你要达到一种精神上的 或者心灵上 灵魂上的一种禁忌 那现在我觉得这种 吵吵闹闹的没有仪式感 没有这种庄严的感觉 还有包括一些生日 他就是请一大帮人 来给你唱这个生日歌 像那些人跟我素不相识 我都不知道 他们真的会真心的 为我的生日祝福吗 我真的很怀疑这一点 还包括一些葬礼 甚至现在是请一些人来哭丧啊 什么的 那这些人跟这个 像逝去的人 也是素不相识的 像你达不到这种 精气神的一种结合 像这样的话 就完全是流于形式化 那前提是说 你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这种活动 这种仪式 一定要达到 所谓的精气神的标准 问题是任何的活动 可以非常的 很多的目的 很多的效果的 当然那就是 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你倒过来想 小田你去别人的婚礼 生育party 难道你每一次 都是真心来祝福别人的 如果我不是真心祝福 我就不去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是浪费我的时间 也是浪费他们的时间 如果是前男友的婚礼 你去 不去 邀请你 你也不去 没有人邀请我 他真的没有前男友 他等着呢 什么感觉